如今柯文哲遭到生压 家庭前 委任律师郑申源按照惯例 抵达北院先进行阅卷 但这次没这么简单 检方提出限阅 40分钟的限阅停 让5名律师当停阅卷 正常来说 若阅卷没有限制 辩护人可以影印整套卷带回去研究 而限阅则会对内容或阅卷方法加以限制 这次检方并未要求限制内容 只限制阅览方式 由检方监控 律师可以当场笔记挑重点钞 无时间限制 但家庭结束后 整份笔记也得交回 会需要加以限制 就是因为卷中很有可能 有秘密证人的名单 而检方并不想在阅卷的过程当中 将这份名单泄露出去 毕竟这次柯文哲的搜索行动 检方认为被告并不是很愿意配合 不只搜索当天公开喊话 拒绝叶真还想离场 被当庭逮捕 甚至申请提审失败 外界猜测这一来一往 检方更加不想手下留情 提出献阅 例如说组织犯罪 或者是一些金融犯罪 由于这个犯罪的 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犯罪事实 以及会涉及到不同的 多位的犯罪嫌疑人 在这种情况下 检查工为了防止相关的资料 这个其他被告 其他犯罪事实的部分外泄了 就有可能会做限制月券的动作 当初郑文灿涉贪就曾有过案外案 委任律师尤其骏 在家庭攻防时 涉嫌把相关文件交给郑文灿助理 结果涉犯泄密罪 并列被告 两年前林秉书施报案 就曾因为限月问题 抗号成功而撤销 这次检方打出限月牌 律师只能看不能整份带走 防串供 也防证据外泄 TVBS讯言林隆盛 关于Table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